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洲际百姓 常常祷告神 有一天 约在身处 他在异象中 黎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 到他那里 说 哥尼流 哥尼流定睛看他 惊怕说 主啊 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洲际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网约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前程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发他们网约怕去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正午 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四脚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组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 哥尼流所拆来的人 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 说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 为犹太通国所称赞 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宿 此日 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又此日 他们进入凯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 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伏伏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 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 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 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 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流说 前四天 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 守着深处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 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说 哥尼流 你的祷告 以蒙垂听 你的周记 达到神面前 以蒙纪念了 你当打发人 往月帕去 请他称呼 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削皮匠 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历史 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了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 各国中那敬畏主 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 祂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 从加利利起 传遍了犹太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祂周留四方 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祂同在 祂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 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竟把祂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日 神叫祂复活 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给神 预先所拣选 为祂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祂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祂同吃同喝的人 祂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祂是神所立定的 要做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 众先知也为祂做见证说 凡信祂的人 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歌里 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的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